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又再去跟進一下 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 在四年之前 擔任特朗普競選團隊的 前數據總監布雷納德 最近成立了一支團隊 專門在六個具有嚴重選舉爭議的 關鍵搖擺州的樹 尋找選舉舞弊行為的證據 這支團隊最近打給一百二十五萬名的選民 究竟他們是想查些什麼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這位布雷納德的介紹 他們那支團隊就已經發現到 最少有一百二十五萬名的選民數據出現了問題 所以他們正在通過打電話 以及對照其他數據庫的形式 去進行追蹤調查 而他們主要就發現到有三大問題 果然就是夠揭而不捨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原來 有很多的選民 在這一趟的大選之前 就已經向當地的郵局提交了更改地址申請表 但是在今次的大選當中 仍然是有很多的選民 收到來自原本住的郵寄選票 而且他們還投了那一票 其實這一票就變成雙重投票 故此這些就是屬於不合法選票 特朗普就強調 說每一張合法的選票 才應該被點算在內 現在這樣揭一下揭一下 就真的越揭越臭 除了那些死人投票之外 原來現在還出現雙重投票 這支團隊 正在打電話給 這些 遞交了更改地址申請表的選民 就確認他們 究竟你們是不是真的有投票呢 還是有其他人以不法的手段 就挪用了他們的名義 來申請郵寄選票呢 經過一番名查暗訪之後 這支團隊就發現得到 單單在喬治亞州 有17,800個參加了提前投票 或者是郵寄投票的選民 早就已經向那個州 提交了 搬去其他州的通知書 但是 這個數字就已經超越了 拜登領先特朗普的票數差距 那個領先幅度只有14,100票 你只是說有可疑的 雙重投票的情況 就已經17,800張了 所以這個指控也是很嚴重的 如果扣除了某些選票之後 可能會令拜登的領先幅度完全逆轉 因為最極端的情況 就是這17,800張的選票 完全投給拜登 大家知道拜登的票是很奇怪的 一下子就可以飆升十幾萬 監視得17,000票 全部屬於他 有什麼出奇 是不是 一天沒抽出這一堆的選票 大家一天都不知道這堆票投給誰 是不是 所以就真的有必要撤查清楚 其實要查也不複雜 為什麼 因為這17,000多人 他們在原本居住的那個州 就是喬治亞州 就有新領到這個選票 或者是提前投票 這些全部都是有紀錄的 好了 只要比對一下 究竟這17,800人 他們 在現在新搬遷了那個州份 究竟有沒有又再次投票 這些是很容易查到的 絕對是有那個紀錄 是作為一個證據的 如果他又在原本那個州投了 然後 去新搬遷那個州右投 他就變成一人兩票 這些就應該 拉他來處罰才是 出現了那麼多選舉舞弊的行為 一來 那些選舉部門的官員 沒有人需要問責 二來 有些選民 你說不知者不罪也好 但你也要小情大戒 沒有理由就這樣放過他 一人投一票 大家都知道是應份的 你一人投兩票 這些絕對不是什麼無心之失 而是專程整股造怪 想利用自己的選票 扭轉那個選舉結果 所以 這些選民 都應該是受到處分的 我認為 好了 現在喬治亞州就有這樣的情況 在雙重投票的數字上 已經超越了 拜登的領先幅度 在另外的五個具有爭議的州 其實那個數字就沒有那麼大 在賓州就7000多人 在威斯康星州就6000多人 內華達州 阿里桑拿州就大約5000人 至於密歇根州就最少 只有1680人左右 這些人已經盡了他的公民責任 來交那份更改地址 通知書 但是不知為何 原本那個州有寄票給他 所以就令到他們 雙重投票 其實政府也有責任 選民也有責任 至於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布林納德團隊現在正在打電話給那些 收到了郵寄投票 但是又沒有寄回頭的選民 這個團隊就嘗試來釐清 究竟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申請過郵寄投票 如果有的時候 他們到底有沒有 真的寄回選票 還是真的沒有去投票 因為很有可能 就出現一種情況 煩惱誰沒有投票 就會被投票 今屆都被人有這個指控 不僅是被投票 有些就明明不是投那個黨 投白票 就被人加了一筆上去 變成投拜登 好了 至於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這支新的團隊正在打電話去那些 投票率極高的選區 而在之前從來沒有投過票的手投族 打給他們就問清楚 究竟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究竟他們有沒有真的去提前投票 或者是申請 郵寄選票 他們這一項的舉措 無非就是要確認得到 究竟這些手投族 他們那張票是不是真的是本人來投票 這個也值得有一個合理懷疑 因為有些選區的投票率是超過百分之百 現在查一查 這也是一件好事 而布雷納德的團隊 目前就已經找到有幾百個 願意是簽署宣誓書的選民 這一班人就將會是可以上庭作供 另外布雷納德還說到 已經將所有的相關訊息 遞交給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希望他們就會善用這些數據 究竟 是否可以在某些州那裏翻盤 尤其是喬治亞州那裏是不公平的 萬多人 萬七人去雙重投票 差距都是萬四票 我不是斷定 100% 這些雙重投票的選民 都必然是投給拜登 只不過 當扣除了這些雙重投票 死人投票 或者其他問題的選票之後 再加上 在那個人手點票之後 很可能那個結果又不同了 因為人手點票又很重要的 逐漸來 讓選舉人員去看清 看錯 眼睛 究竟那張票是投給誰的 不要是過度依賴那些電腦 或者是點票機 因為電腦都是由人腦發明出來的 如果那個人是心術不正的話 就會使得這部電腦 都會去出鼓劃 出千 最後布雷納德說一句說話 我認為是 說得非常好的 他說 如果你是拜登的支持者 並且認為 這一場的選舉 根本上是不存在什麼選舉舞弊行為 你就更加應該是支持他們的調查工作 因為只有通過了調查之後 才可以幫助他們確認得到 這一場真是一場乾淨的選舉 說得拍案叫絕 是不是 非常之好 既然說 認為沒有問題的時候 另一班人又說有問題的時候 就查清查楚 必然是會有一個水落石出的結果 就不要一尾起鋼 看到這個假的消息 主流媒體沒有報的 就是假的 主流媒體很多東西都不報的 今天華盛頓一百萬人大遊行 主流媒體很多都不報 索勝 當他沒有一回事 香港的媒體就算好了 起碼有提及過這件事 所以千萬不能夠 單憑主流媒體有沒有報導過相關的消息 來判斷 究竟一件事的真偽 如果是這樣就很危險 就會把腦袋 外判給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告訴你 有的就有 沒有的就變成好像沒有發生過 最後就說一下 副總統彭斯 他在出席一場演講的時候 遭到台下的市民的歡呼 市民不斷叫他再做四年 彭斯 也只好回應 台下的觀眾 如此熱情 彭斯說這也是他和特朗普的計劃 預視了 他真的會再做四年 當然有些人可能說 他這個就是客套的說話而已 難道不回應嗎 他真的可以不回應 微笑一下也行 或者擺動作叫大家冷靜一點也行 他就說 預計會再做四年 當然他在這場演講當中 主要就是指拜登 就針對拜登 不懂得管治 來攻擊他 拜登事實上 不單止他本人 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 如果他上得到台 而且他的經濟政策 就真是笑死人 一來 他就猛烈提倡要封城抗疫 特朗普就已經要解除封城 把經濟搞上去 你反其道而行 一封的時候就只會使得美國的經濟 急劇地下行 在過去這四五個月以來 特朗普所取得的經濟復甦 的成果 就會被拜登一下就打爛了 當你打爛了之後 拜登是不是有能本事重振經濟 我不看到你有了 你又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大陸就可以繼續增加溫室氣體排放 美國就要減少 那你就是要製造業的工人 或者是開採石化燃料的工人 是叫他收檔的 是不是 另外這個拜登還愚蠢 說要增加稅款 在目前經濟仍然在復甦階段的時候 你走去加稅就會緊縮了市民的 內部需求 當內需下降 你怎麼能夠提振得到經濟 這些就算 連陳茂波那樣的級數的人都認識 有沒有可能拜登在現在這個武肺大流行期間 還說要加稅那麼愚蠢 如果讓他上台 美國的經濟就會很關烈 我想那些投給他的選民 純粹不托特朗普那班 很快就會後悔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